我死了 我死了 一對男女在櫃台前 不停的和醫護人員嗆聲 一旁穿著大衣的女子 更是胡言亂語大聲咆哮 男子酒氣沖天 還指著圓景的鼻子 問他說是哪一所的 頒看識別證問說知不知道他是誰 圓景還上前不停安撫 先請他坐下不要這麼生氣 彰化市張基醫院凌晨2點多出現一對男女 不過一旁還有其他病患 在休息大鬧急診室 原來男子是彰化市民代表副主席 當時因為同行女友人頭部受傷 希望院方趕緊處理 但醫護人員還在忙其他狀況更嚴重的患者 根本分身罰術 失態咆哮全被拍下來 副主席酒醒後自知李虧趕緊道歉 因為這段期間是防疫期間 雖然他事後出面道歉 但深夜這樣大鬧醫院已經觸法 那假設我們查證屬實的話 就會依照我們的醫療法的第24條及106條去做採除 那罰款就是除以3萬元以上及5萬元以下的一個罰款 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第一線醫護人員各個都忙得不可開交 睡明代卻在醫院大鬧 如此脫序的舉動連警方都搖頭 記者城市委還是新李 yn杰彰化遵不倒 升